新城上112年度泰鲁阁族传统乐器研习班成果发表会7月1号举行 学员们表演口黄旗木琴和猎手笛两个月的学习成果 乡长和立台重视多元文化传承 让泰鲁阁族的传统乐器记忆能够代代相传 新年商人研究民事务所在112年10月8号到7月1号 规划办理112年泰鲁阁族传统乐器研习班 学员们共计有20位年龄从7岁到60岁 族群身份有泰鲁阁族、阿美族、胡隆族、泰亚族、汉族等等 其学员们共同学习的动力就是感受到多元文化音乐的生命力 恭喜在座的学生们你们终于学成了 掌声一下给自己鼓励一下 说真的 老师教的辛苦 学生学的认真 才能够把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也谢谢我们新城山公所里面的所有的工作队与医学所长 他不仅是盯着你们 他自己利用时间73个时间 把希望学习这个文化的人也来学习 这个也不简单 他的这个精神真的是我们的敬佩 当然我还是要讲一句了 这次延期时速共计11堂33个小时 教学使用三种乐器分配为木琴、黄琴、电手笛 诗诗聘琴、海云优导、庄春龙老师 有基础教学到专业培兴课程设计 循庆渐渐地认识泰鲁阁族传统乐器的文化典故 从传统音乐中获得自我肯定与认同 创造展演机会 丰富足人们生活内涵 现在在美代表会主席陈秀玲也全程参与成果在人活动 他有个组传统业绩成果 让他是相当的感动 那也感谢我们每一位致力在所有 不论是哪一组 我们都是在群组里面 为大家来努力发展的各位名义代表 然后让我们真的达到族群融合 共存共融的一个境界 现在向云竹民宿所长哲学员表示 这次演习学员们能够顺利演示传统演习成果 感谢乡长代表会各位代表们的支持之外 更感谢云竹民宿委员会 欢迎政府台湾中文文学院公司指导以及赞助 也谢谢县府移民处 代理处长独孤赛运 在演习实业中清零现场民学员们 今天的成果发表会特别派请 步道型科科长罗金大嫂给学们加冕 包括鲜言邱光明 也不时以赖 郑宝修办公室徐主任 主席陈秀林 代表陈金峰 梁一华 陈伯昌 林志胜 部落事务组长会长徐建辉 泰鲁阁组仲建文 王秋兰等班长一同来共襄盛起 大家齐跳泰鲁阁组感恩跟宋 画下原本的句点 记得中意 李宗盛 见语 见语